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非坚守个人的原则和主见 虽然可能怀揣着一颗充满野心的心 满脑子都是雄心壮志 但是实际行动力却常常欠缺 总是在模糊中徘徊 缺乏清晰的目标和方向感 因此很多事情难以取得成功 也很难有所成就 相反 头发浓密黑亮的人通常具备较高的智慧和决心 他们的思维更加清晰有条理 善于规划和筹划 懂得如何利用自身的优势来实现目标 他们不仅有着强烈的理想和抱负 还具备坚定的执行力 在追求事业成功的道路上 常能够取得显著的成就 他们不仅能够为自己制定明确的目标 还能够制定忠密的计划 并且能够不断地朝着目标努力前行 最终实现自己的报复 二 白发 白发一路良 多病多忧愁 多年来 疾病和忧虑不断缠绕 如影随形 使生活充满了无尽的挣扎与困惑 虽然表面上装作自得其乐 但内心的焦虑和不安 却无法掩饰 每当夜深人静 独自一人时 那种孤寂和无助便会涌上心头 烦恼如潮水般袭来 甚亏导致后代稀少 虽然祖夜能够延续 但心中的担忧却愈加沉重 在这种内外交困的境地里 日复一日地度过 心情沉重而无奈 烦恼似乎永无止境 三 发际线低垂 面相中的发际线低垂 也就是额头较低窄 被视为天庭的低矮 代表了个人的智力 运势和前途 拥有宽额头的人 往往被认为是智慧型 而窄额头的人 则被视为理想型 额头低窄的人 通常追求完美 但也容易表现出 目中无人的特点 他们倾向于攀附他人 热衷于突出自我 有着较强的虚荣心 然而 历史上很少有额头低窄的人 在商界或政界取得成功 除非其面相有其他五官的辅助 才有可能成功 如果发际线低垂的人 同时鼻梁细小 那么他们很可能 一生难以获得成功 他们的内心可能充满贪婪 渴望名利和物质享受 这种特征常常导致他们 在事业和人际关系中遇到困难 难以取得显著的成就 四 头发稀疏 稀发的人往往具有聪明的才智 拥有文才和坚定的志向 他们善于分辨事物的好坏 口才较佳 但言语不轻易外露 他们心思缜密 专心致志 具有多方面的主意和计谋 同时也较为谨慎 避免冒险 他们善于处理复杂的情况 可以应对各种挑战 然而 稀发的人可能子女较少 常常为此而担忧 有时会选择单身生活 男性可能会遇到婚姻困难 而女性也可能遭遇婚姻挑战 他们倾向于追求事情的完美 注重细节 但可能缺乏大局观和宽容心 五 发际线不整齐 发际线面向学称作 火星 火星在六亲代表父亲 在个人代表前途 如果发际线参差不齐的 或者有美人间的 或者发际线偏斜的 这都是客夫的特征 刘恒柱额角参差先丧父 山根低线损爹娘 发际线向左偏斜的客夫 发际线向右偏斜的客母 六 多而软 头发多而柔软的人 一般性格方面也会显得较为平和 为人也非常的低调 不喜欢炫耀 也不喜欢招惹是非 属于身边的那种老好人的形象 好像什么事情都不会生气一样 而且善于调节周围人的关系 喜欢当和事老 也不喜欢争斗 虽然在事业上显得进取心不是特别的强 但是做事却非常的认真 家庭关系也比较和睦 虽然看上去比较平凡 但是福气厚重 而头发多而硬的人 性格方面就比较刚直 做事喜欢冲动 甚至会铤而走险 争斗心和得失心特别的重 为了利益甚至可以不择手段 可能也会获得不错的收益 但是很难长久 容易因小失大 最终把自己逼入到艰难的境地 七 硬而粗 头发软顺且色泽黑亮的人 通常展现出一种内在的谦和和善良 他们往往擅长倾听别人的建议 并且能够很好的与同事和上司相处 这种性格特质 使得他们更容易获得上司的认可和赏识 从而增加了升职加薪的机会 他们往往能够以一种平和的态度处理问题 注重团队合作 这在职场中是非常重要的品质 相比之下 头发浓密而粗硬 甚至直竖起来的人往往性格上更加冲动 他们可能缺乏理性的思考 更容易冲动形式 这种个性可能导致 他们在工作中缺乏灵活性和变通性 甚至与领导发生冲突 叛逆心理和自尊心的脆弱使得他们不喜欢低头服软 更倾向于与权威对抗 这种行为往往会影响到他们的事业发展 因为缺乏与他人合作和妥协的能力 会限制他们在职场上的成长空间 八 头发悬过多 头发悬过多的 一般超过了两个 这属于发力不顺 发力指发心悬 发心悬位于头正中央者 运势可顺利发展 发心悬偏于一边者 天生的境遇不如人意 两个发心悬者 体质虚弱 性格一变 发心悬多于两个者 早年运气不通 一生凶灾不如意识 头发黄色 而有发悬在前辩者 煮出凶祸伤灾 九 头发枯黄 头发枯黄没有华彩的 这是肾气先天不足的表现 此类人脾气不好 做事冲动而欠考虑 不能坚持到底 一见一撕迁 也容易遇到困难险阻 而事事不顺 事业不容易成功 多数一生辛劳多灾 女性亦感情不顺 财运也不佳 头发乌黑雪亮 粗细适中 但有任性的 为人正直 处事有节 受人喜欢 时 头发参差不齐 头发生长不均匀 有的地方挺起 有的地方柔弱 这是发刺不匀的面向 头发如波浪者 情绪不定 大多性格骄纵 情绪犹疑 厌旧 做事缺乏恒心 难于贯彻始终 经常变换职业 事业事被公办 且虚荣心强 纵欲固执 甚至有凶恶暴力的犯罪倾向 十一 发际线低垂的面向 发际线低垂 也就是额头低窄的面向 额头又名天庭 代表了人的智力 运势与前途 阔额之人为智慧型 窄额之人为理想型 额头低窄的人 更喜欢追求完美 缺点是目中无人 喜欢攀缘 爱虚荣 喜出风透 刘恒柱发际低垂的面向 绝少有成功者 无论商界还是政界 特殊额头低窄的面向 必须有其他五官辅佐 才能成功 如果发际线低垂 而有鼻梁细小的 则一生难以发达 心性贪婪 贪明贪力贪色 十二 前不遮额 后不压颈 后不压颈 指的是脑后的头发 发际现长 一直长到脖子上了 此为压颈 如果是头发压颈的面向 则代表其人性格倔强 脾气大耳梗直 一生多有挫折与磨难 早年运势不起 中年运势可以 十三 前不遮额 后不压颈 面向中所谓的 后不压颈 即使头发长到脖子上 形成一种压迫感 这种面向常被解读为 具有倔强 脾气大而直率的性格特征 这样的人生活中 往往会经历挫折和磨难 尤其是在早年时期 运势可能不尽如人意 然而 随着年龄的增长 中年时期的运势 可能会有所好转 带来更多的机遇和发展空间 十四 柔软 头发长得顺滑柔软的人 通常性情温和 善良友善 因而往往备受欢迎 他们与周围人的关系融洽 容易相处 因此拥有良好的人员 朋友也较多 在事业上 他们往往能够得到 他人的支持与帮助 家庭关系也较为和睦 相反 头发长得较为硬直的人 性格多半固执倔强 不易听从他人建议 常常一意孤行 由于缺乏灵活性和妥协性 他们往往与他人相处不佳 因而人际关系较差 发展受到限制 机遇也较少 难以取得财富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 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 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